这位老兵是电影集结号中谷子弟的原型人物 为了寻求那声始终没有吹响的军号 他走上了48年的万长旅程 他最终是否像谷子弟一样得到真相 接下来让我来为你讲述 老兵名叫常梦兰 是河北省赞皇县人 1944年加入部队之后 征战四方 可谓是战功显赫 在1948年11月19日的时候 他已经是部队中的一位排长了 那天傍晚团部正在转移 却迎头撞见了敌人赞三军 由于兵力过于悬殊 并且敌人还没有发动进攻 首长立即决定趁着夜色马上撤离 而阻击掩护的任务 就交给了部队的八连 连长又把正面战斗的任务 交付给了排长常梦兰 让他带领七名战士完成这项任务 在八名战士立下战斗誓言之后 常梦兰问连长何时可以撤退返回 连长告诉他 只要听到吹响的号声 那便是撤退的信号 常梦兰和七名战士在战场上严阵以待 他还特地让一个小战士隐蔽起来 专门去听那声决定生命的军号 惨烈的战斗开始了 面对多如潮水的敌人 常梦兰和战士们顽强抵抗 但是毕竟是对抗一个军的部队 并且还有坦克这种重武器 他们体会到了什么叫排山倒海 二十分钟过去了 战士们还在苦苦支撑 那名小战士跑过来和常梦兰说 部队应该已经撤出一段路程了 要不也撤退吧 但是常梦兰坚决的拒绝了他 军号不响 他们就要坚守阵地 八个人再次和敌人缠斗在一起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 号声始终没有响起 天已经黑透了 部队应该已经顺利转移 战士们再次建议常梦兰撤退 但是他还是依旧遵守命令 这时阵地遭到了凶猛的炮击 两名战士牺牲在战场上 敌人也冲了上来 剩下的人也和敌人战斗在一起 最后常梦兰杀出了重围 在夜色的掩护下活了下来 而其他五人却再无阴性 之后常梦兰开始寻找部队 但是很久都没有消息 他只好回到了家乡 但是心永远放在那声军号上 建国之后 常梦兰来到北京寻找部队 首长在确定身份之后 便让他回家等待消息 常梦兰又度过了两年时间 没有收到消息的他 又去往北京 却得知部队已经走上了朝鲜战场 于是让他再一次回家等待消息 常梦兰不甘心等待 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年时间 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只为了寻找他的战友和他的老部队 为了凑出路费 常梦兰有时只能去捡废品卖钱 但是他没有找到部队 也没有找到消失的五名战友 时间来到了1996年 在一位首长的帮助下 常梦兰终于在辽宁找到了部队 但是他部队的老战友 基本上都在战场上牺牲了 而为什么没有吹响那声军号 常梦兰永远都不会知道 他在烈士林园向团长敬了一个礼 郑重地报告了战况之后 最后才不舍地离开 2005年的时候 常梦兰老人离开了人世 希望他可以遇到他的老战友 去揭开那声军号的谜底